Hello 大家好 我是雪耐 欢迎大家收看我韩国之旅的Day 5 我们现在坐的士去车站 因为我们将会离开首尔三日 去这个位于南韩北部的春川市 由首尔去春川市 车程大概是一个半钟左右 那我们一到站后 已经有接驳巴士在门口等着我们 那我们现在就要坐这一辆接驳巴士 上去这个滑雪场 车程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 就到达这个在春川市 最出名的滑雪场 江川滑雪场 那我们很幸运 去那天天气非常好 但是那里真的非常好 连帐篷都会结冰 那我们去到之后 第一时间就买了滑雪场的入场券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进去玩了 我猜因为刚刚落完雪的关系 大家看看地下的雪 全部都是白雪雪 很干净的 Hello 大家 我现在就来到这个 雪场 那我现在就准备上去 玩这个雪球 大家看看 那我们现在就上去 在这上面 好多小朋友 好冷 我猜不现在这个负七度 那我走上去排队的途中 都看到很多小朋友 那除此之外 我一走上去的途中 就看到一个很搞笑的情景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小朋友很好笑 这些才是真正的躺平 真的 玩完第一次之后 因为太好玩了 所以已经忍不住 冲上去玩第二次了 太厉害了 好啦,我們剛剛玩完這個雪兜之後 我們現在就走去遲一點 我們前面那個就是雪兜 就是玩這個好像坐了一個車胎,它是圓形的 那我們現在就上去試一下,很難排隊了 對了,那我們現在就去玩第二款的雪兜 那大家會看到,其實它這款雪兜跟剛才那款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這款是圓形的 而且這個滑的時候,是要整條隊一起拉著大家一起滑下去的 好了,我現在來坐上去 我們在一起 拿去拿去 拿去拿去 哇,這個什麼事啊 我好恐怖 呀擦手 而且這個很特別,你看 它有股胸,有股胸對著一個球 要去遠足 Kita有ability 要去遠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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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了10次8次之后, 因為脖子太痛了, 所以就不再玩了 大家可看到 bardziej它的滑雪場 除了遊玩少他們的雪梟 防費材料還有沖淡 濃度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那裡玩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它這個滑雪場總共有12個滑雪道給大家玩 我們滑雪完之後就來到這個Rail Park 我們原本打算來這裡坐這個環島的單車 但怎料它的counter就早10分鐘就關掉了 所以我們就白走一趟就沒有機會坐 不過沒關係 因為剛巧在這裡看到兩隻貓是非常可愛 所以我就在這裡跟他們玩了一會 所以我來玩了一會的 出現了一會兒 好可愛 我跟你們玩了一會兒 好可愛 我以為你們玩了一會兒 我们在Rail Park特留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准备去我们的民宿 我们现在大约走30分钟就可以去到火车站 我们就可以去到我们的民宿了 我们走到火车站的沿途就可以见到日落 是非常漂亮的 那下去火车站的途中 我就见到一个很大的雪地 所以我立刻躺在雪地上做这个Snow Angel 那这里就是我们民宿的火车站 没错了我们终于来到我们的民宿了 大家看起来是不是觉得很大呢 这家民宿是真的非常的大 它里面除了一个按摩池之外 还有一个开房式的厨房 再加上这个无敌大海景 是真的不错的 那在我们民宿望过去对面 就是这个的南儿岛了 那我们明天全日都在对面的 那除此之外呢 在这里也看到对面南儿岛的码头 那我们韩国之旅的Day5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条片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